这里是诗歌那些事儿,一提起禅,咱们能想到的诗词啊,大多都是刘勇的那句,寒禅妻妾,对肠挺晚。 这句的确足够经典,但是也已经是北宋时期的词句了。 其实,禅在诗歌当中的历史是远远流长的,诗经七月当中就有四月秀妖,五月明条。 注意,条这里就是禅的别称,所以五月明条也说明当时的人就已经知道五月份禅会从土里钻出来鸣叫。 而到了处词九遍当中,也有禅寂寞而无声,这是说到了秋天,万物萧瑟之时,禅也会因为寂寞而变得无声。 那之所以说禅会无声,主要还是因为它的习性,禅化后的禅啊,只能够活最多一个月,所以到了秋天,禅的生命也会走向终结。 所以,人们听到禅在鸣叫,就会联想起一些生离死别。 比如陆游,有次被罢官离境,正巧当时是个秋天,本来离别亲藤,心情就比较糟糕。 又听到了城门外禅鸣声声,像是催着陆游自己啊,早点上路,于是啊,他很郁闷,就写下了秋日文禅一诗。 最后两句如此写道,世间罪是禅堪恨,送进行人,更送秋。 看来啊,陆游是把他离别时的郁闷,怨气啊,都发泄在了禅的身上。 而在前面,我们提到了禅到了地面,只能活一个月,而禅这么短的生命,是如何生存的呢? 淮南子当中就有记载,说禅饮而不食,三十日而退。 这第一句是告诉我们,禅是不吃任何食物的,他只喝树的枝叶。 而这种参风引露的习惯,是非常符合志趣高洁人士的口味。 他们觉得,人就应该抛弃对物质的追求,向往一种从身体到精神的高洁。 比如初唐时期,有个于世男,这个人啊,跟别人比,显得瘦瘦小小的。 但是此人是直言敢见,能说别人不敢说的事。 于世男啊,就写过永禅来自笔。 垂垂引轻露,流响出书童,居高生自远,飞逝借求风。 诗的前两句是说禅参风引露的一种高洁生活,而后两句呢,特意美化了禅的叫声,说他的叫声是站在高处,声音传播得很远。 那自从啊,于世男把禅写得这么高尚,许多文人也都愿意拿禅来自笔了。 不过呢,也不是所有的人都写禅,是多么多么高尚。 有些人就喜欢和别人拧着来,比如晚唐时期的罗尹,这个人嘴巴毒,闻才却好。 有一回啊,他去别人家赴宴,碰到了几个平时看不惯的阿鱼之徒。 这个罗尹啊,借词也写了手禅。 最后两句,非常精彩,他写,风气露宝,今如此,阴望当年,自着实。 这是说,明长啊,你如今已经吹过了风,喝饱了水,大概早就忘记当年你埋在土里那些苦日子了。 这罗尹,借由禅的生活习性,巧妙的讽刺那些,曾经在底层混日子,如今得是忘形之人。 所以啊,这里禅的一项,就更多的是讽见了。 那到这里,诗歌中禅的一项,我就讲完了,咱们再来回顾一下。 古人很早便知道了,禅语化后生命很短,所以会将禅明与生离死别联系在一起。 同时呢,禅参风引路,这也可以象征那些志趣高洁之人。 而且啊,他也能语代讽见,揭露一些虚伪阿鱼之徒的真面目。 诗歌那些事儿,带你领略诗歌的世界,下个视频,咱接着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